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都是買這樣一大袋喔 這個我們自己要做早餐的 午餐的還是點心都可以啊 搞不好一個禮拜就吃完 不用那麼久啦 煮的要小火 你要在旁邊很耐心的 在旁邊觀察 看它關於火候 是多好嗎 多吃一盤火候到一盤火候 我爸爸說我們人做吃的 要懂得吃 懂得說什麼東西才是好吃 才是真正的味道 來鹿港當然不會錯過 最有名的媽祖廟天后宮 還有啊像鹿港的特色小吃 像這家鐵筋餃一定要吃個夠 當然還有台灣國家 一級古蹟龍山寺 還有名字很特別 但是非常好吃的麵線 這位珍是鹿港街上 200多年的老店 但是他35年前開始賣肉包 於是一賣成名 阿正肉包變成了遠近 馳名的招牌 他從一開始 一天大概要用 3公斤的麵粉來做包子 到現在每天做包子 饅頭的麵粉用量 有500公斤 傳到現在已經是第9代了 在這個鹿港鎮上 大大小小的包子饅頭店 大概有40家 但是一般人說要吃肉包 就要到中山路的這一邊來 可見很多人都公推阿正肉包 是鹿港賣包子的 南海十足 在各種點心裡面 包子的外表 確實比較不起眼 但它卻是鹿港出身的 作家李昂底下的 滿是香愁滋味 今天看板人物 就要帶您到阿正肉包裡面 去品嘗人生味 我們店的話全年如休 包括人如營 越休假我們越忙 然後我們甚至 紅台大水也會休息 我是覺得風雨雇人來 如果說刮颱風 下道雨還來跟我們買的客人 這種客人最值得真心 好可怕 陳老闆 謝謝... 最敬虐的主持人 沒有... 終於來到了 這個嚴禁知名的阿正肉包 對 這是今天... 這是... 我說這是最佳賞味的肉包 這是今天的第一鍋 第一鍋的肉包 第一鍋的饅頭 對 一大早 差不多現在這個時段出爐 我說這個... 你那個剛從蒸籠裡面 拿出來的那個包子饅頭 就是最佳賞味 就是... 就是它包子那個... 最好吃的時段 來 主持人是不是要來一個 我很想 還是很燙 熱呼呼的 對...熱呼呼的 對 然後香味很香 麵粉的香味 黃書文 麵粉的香味就很香 對 發酵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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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香 所以第一鍋我們大概 做多少個出爐 每天第一鍋 我們那個一鍋的話 300個 對 持續 一直蒸... 一直出爐這樣子 好 看到包子還有這邊 各種各樣的... 對 在這邊的話 配啊 饅頭 牛奶饅頭 對 這個配有饅頭 牛奶饅頭 待會兒還會出爐 這個桂飲饅頭 桂飲的 那你帶我到裡面去看看 好 這是肉包生產線喔 看起來這個... 每一個動作都要很紮實到位 鄭老闆你幾歲開始 在阿正肉包裡面包肉包 我六歲時 我爸爸就開始跟他磨練了 六歲啊 六歲就會包了 就會包包子 還會包麵包 鄭老闆是家裡面 當時唯一的一個男孩子 上面有三個姐姐 你爸對你特別嚴重 對 因為他說 男生就是要接棒嘛 他把希望都繼續拖在我的身上 所以要把我做得特別好 所以要做得特別嚴重 那這個阿正肉包 從你父親到你 你做了哪些改變的 譬如說這個肉餡 肉餡的話 我爸爸是肥肉跟瘦肉 比例是一比一 因為以前的人 那個... 就是吃肉的機會比較少 比較不吃肉粗 然後就是說 所以變得容易 包子的話 要回到多一點 吃起來的話比較軟 軟爛 油脂汁的比較好吃 對 口感比較好 到我的話 就改成瘦肉式 回到一 所以你看一個包子啊 從他的父親到鄭老闆這邊 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口味 是很有意思的事 這包包子的裡面 訣竅在哪裡 他們的話 熟人生巧 這個包包子要包得漂亮 是要共利的 就是說你要... 第一要有匯跟第二要有共利 像我的話 來 我先來... 一般的動作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這樣... 這樣子搭起來 這包包子 就是說你如果師父包的是挺硬的 你不要包起來就挺硬 包我的就挺硬 是肉包得很挺 這紋路非常整齊 非常深刻 這包子很挺 太強了 每個間鋸都一樣 對... 好 這肉包的秘訣現在就在這邊 不過我先看到這個蔥跟韭菜 趙老闆 今年的颱風 到十月已經二十幾號颱風了 對... 所以你今年這個成本很驚人吧 因為今年菜貴到不得了耶 你這個蔥這個禮拜價格呢 這個蔥的話 魚系之間暴漲了 本來是賠一把是八十塊 一把大概三斤八十塊 不一定 那個洪台來那個價格 賠六百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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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的話 一直持續到一個多月 到上個禮拜再賠五百 這禮拜再賠四百 不過還是很貴 你看四百跟八十 不過我心裡面也暗自高興了 暗自替農民高興 農民如果有蔥可賣的話 他們好不容易 這幾年裡面 終於有一次可以賺大錢的時候 我們這邊看到剛剛 在那個肉包裡面的肉餡香菇 調味料 十種喔 可以講吧 因為都放出來了嘛 你不講會拍也是拍到了 對... 講一下這十種調味料好不好 原來一個包子裡面 是十種滋味混合的 這個我們裡面的話 最主要的香味道 來自這個香菇 這個香菇也是有故事 這個香菇是台灣 唯一意見有身分履歷的 有身分履歷的香菇 新鮮香菇 好香 香菇很香 我們家也是加這些調味料 下去炒 炒一鍋炒到四五十間 把那個調味料都炒到裡面去 你這十種調味料 這十種調味料是做包子的 這個是醬金碗 醬的話我是站在營養學角度 還有那個營養 來 所以你是把它放在一起 對 營養 我們營養是個碎館 我們剛剛有拍到 碎館就是沒有防腐劑的 這個我們已經用了大概... 大概... 從他們的創成開始就開始 別多香油了 我們大家說 不到的香油就是那一半 他們從創成到現在 我們都用他們的香油 因為他們那個老老闆 跟現在老闆 對我的印象 他們是很重厚 很誠實的一個商人 所以我們都用他們的產品 所以都是節緣 一個包子裡面有很多 你們到你第八代 八代的緣分 都在這個包子裡面 對 那麻油是不是實在 好香喔 這個香油 就這家 芝麻 我強調的 以前的話我... 我爸爸... 我爸爸的觀念 跟他師傅 他們是用油蔥酥提味 我的話是改用芝麻提味 為什麼 因為我反對油蔥的東西 我本身不吃油蔥的東西 我不吃的話 就不會做給客人吃 所以我們就改用芝麻提味 油蔥酥 油蔥的東西 我們做不用 就是包子裡面 是沒有油蔥酥就對了 對... 我們觀眾看到了 這樣的一個份量 大概包出多少包子 這這樣喔 這樣可以包超2500個 好驚人的數字喔 2500個 因為要整天地的 現在是那個... 肉包一天可以賣幾個? 5000個 驚人的 好 知道了 鄭老闆 我們知道那麼好吃 黑糖桂圓饅頭啊 跟這個花卷 其實我們要從這個麵粉 開始講起對不對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馮文 我們鄭老闆兩個兒子 都回來幫家業 對 馮文大兒子 原來念的是軍校 對 那你現在一天要工作幾個小時 就是手腳啊 然後要在店裡面做很多事情 大概幾點要起來工作 我們大概是差不多7點半 開始上班工作這樣子 7點半 然後呢中間可以休息多久 然後中間的話是到中午才有休息 中午吃飯12點才有休息這樣子 然後中午休息就想下再繼續這樣子 這天至少大概8、9小時到10小時以上 都可能 看生意狀況好壞的店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麵粉攪拌還要再獲什麼東西嗎 再加老麵 來 證明就是老麵 要加老麵 老麵的話才會更香 老麵加完的話再加糖漿 桂圓糖漿 桂圓糖漿 桂圓的糖漿 你的桂圓也是選過的 說到桂圓呢 我們這個桂圓是天下第一的 為什麼說天下第一呢 這是我們全世界唯一家 在無塵寺裡面做的桂圓 無塵寺喔 無塵寺 有埃手認證的桂圓 我們今年碰到一個問題 因為日本人 日本人跟法國人 去他們那個無塵寺裡面看 看起來過夜了 看起來他們也下蛋了 變成因為它這個手工的很慢 量很少 變成說我們今年的量就已經少了 就一部分 農以後那個法國的分別 他賣我們一斤四百 所以有人跟你搶原料了 對 就是日本人跟法國人 因為台灣人你要用 這樣用說一斤四百的桂圓 你用不到 他們都用一份百塊而已 所以他們用這麼高的價格 對… 這個要攪多久 這個要看… 要用木式的 木式的喔 大概五、六分鐘左右 所以大概是憑經驗 然後看這個狀態 對… 你要看手感 我們這個現在 要用多少麵粉來 每天來做這個黑糖桂圓 黑糖桂圓的話 一天差不多三包麵粉到四包麵粉 三包到四包的麵粉 那最早呢 最早推壽 大家不習慣這個口味的時候 我們第四周的話 有好長一段時間 它要一口 小包裝就一口 一口 第四 再一口 一口 兩口 三口 就是這樣一包一塊 一點一滴慢慢的累起來 累積到現在一天的話 做差不多三百間 它這要用手去試對不對 才知道說手感 對… 要看一看一看 看是不是已經讓那個麵筋了 它這個就是要把那個麵筋都打出來 我們也學你們 叫做那個麵粉裡面的蛋白質 跟水攪拌 會產生那個Gluton Gluton的麵筋 那夾心裡面的麵筋 它這支撐那個饅頭 撐起來那個不像鋼筋 你要把麵筋打出來的話 它就醉出來 那比較漂亮 今天裡面裡面 對 我們進行裡面的書 好的 介紹我們店 我們進行裡面的書 好 跟你們分享 謝謝 謝謝 有時 衣時興起 鄭永鋒會和排隊的客人攀談 你是老闆嗎 我掌門 老闆時間賺錢了 他掌門的話 再去外面 比如說人家的館 人家的館 人家館館 我們有館的傳承 連稱呼都有堅持 鄭永鋒有一套 自己的阿正Style 肉包店就像是他的道場 武功是飄香的肉包 現在升級版 左翼書箱 這不是很好 因為那個校園的角度 我們都感染正面的力量 我們都說吃價面的東西 我說我們送出 一萬版的書 只有一百個人 從樹裡面開竅 然後得到啟花 這樣就綽綽有餘了 買五盒包紙就送一本書 鄭永鋒期盼這麼做 能在人的心中 灑下正能量種子 用閱讀灌溉心靈 剛好 老闆 你剛才送我一本 你之前說 是哪一本是陌生人 我現在跟你問你 二十八就是我來當陌生人 就是要 也是要拿去那個 那一位那一位那一位那 就送來 好 以肉包店為原心 顧客像是同心圓般 擴散出去 鄭永鋒愛看書 每個月最少看十本書 一年累積下來上百本 鄭永鋒說 閱讀的習慣 是從念屏東農專開始 我們比較像一下地方 比較爽 比較純樸 我同學在台北的 上大學都有什麼開舞會 教會有 我們在那邊的話很少 所以說晚上的話 長夜慢慢的看書 畫當年仍有些淡淡的哀傷 鄭永鋒念彰化中學時 成績不錯 父親希望他當醫生 沒想到因為高燒四十度 大學聯考實力 白袍夢碎 鄭永鋒農專畢業後 繼承家業 捲起袖子 開始包子人生 已經是耳順之年的鄭永鋒 了解到獲得還是失去 難用當下定論 當年的遺憾 反成就現在的他 對啊 超級大獲得 一開始知道他是要買書送人嗎 還是那個時候 一開始不曉得 我不曉得 是這樣很多的時候 後來有比較學問 要問他嘛 對 來一次書店 就下定兩百本 鄭永鋒還曾經讓出版社 將絕版的書再刷 那次出手就是兩千本 自己買過 來 要五 要五 這個 沒有 要錢付錢 三十幾萬耶 對 我的風格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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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會回饋 家鄉的那種 用心 很棒 對 對 對 鄭永鋒對於生長的鹿港 有著滿滿的驕傲 半邊井跟許願池不一樣 看到觀光客 就動不動介紹起來 許願池的話是有所求 就是 這個半邊井的主人 他一直開一口 外面這三隻 口袋出門頭 這萬年軍大家使用 鄭永鋒說 半邊井無所求的分享 是鹿港精神 也是他阿正肉包的中心思想 而鄭永鋒有個長達二十幾年的習慣 騎著年歲一把的老機車 每隔一兩個月 鄭永鋒會放下肉包店生意出門 他說這段路程是最快樂的八點八公里 鄭永鋒的目的地 聖母聖心 啟致中心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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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院內情況 就像問著自己的家 這邊收容好多孩童 鄭永鋒總是親自把錢送來 二十八年來不間斷 然後鄭先生他就騎著一個很小的摩托車 然後就這樣過來 然後捐給我們一大筆的錢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要木盆 重建這個院舍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這是何方的大人物 可以這樣子過來這樣 後來我們才經過打聽才知道 原來他是阿鄭肉包的老闆 好 喝喝喝 師筆受有福 鄭永鋒其實活在這句話裡 對自家員工他不只是老闆 還不斷幫著年輕員工 調整人生羅盤 他在國中的陶藝班 陶藝 他在他的手藝 被稱讚的員工小辣哥在旁邊 勉腆地笑 當年十五歲時來店裡 是個超嗆的叛逆小孩 鄭永鋒的父母原本反對僱用 但鄭永鋒覺得要邋遢一把 小辣哥穿梭在各個工作站中 盯著包子的發酵 或是把饅頭肉包送進機器裡針 他負責重要的流程 現在是鄭永鋒的左右手 那個女生很喜歡他 結果那個女生被他打槍 連一通電話都沒有打給人家 邋哥邋哥 鄭永鋒虛念起小辣哥的終身大事 十七年的師徒勤也像父子 不只小辣哥店內一半以上的員工 畢業當完兵後再回店裡 現在還有二十出頭的小女生 不畏辛苦 在多是男性的店內和他們一起工作 喜歡這邊什麼 覺得來這邊工作以後 在這邊多的氣氛 然後還有大家會互相幫忙 鄭永鋒用肉包串起和員工 顧客 陌生人的善緣 就像店內牆上貼著國小師生 感謝他演講的必報 上面寫著 己所欲 詩於人 包子外觀樸實 卻有著豐厚 炙熱的內在 到處飄香著鄭永鋒的人文關懷 做任何一行 手勢很重要 對…價值啊 你這個六歲就開始 對…六歲就常常這樣拖著 拖著那個麵包 紅胖不得胖 還是肉包 然後沿街叫賣 就在這裡嘛 櫃店 對 就是大櫃店啊 大櫃店就是店頭比較多 就是住的人 就是說有錢人比較多 還有醫院比較多 就是我爸爸就是說 找他們推銷的話 比較容易把那個 肩上拖的東西賣出去這樣 那你爸跟你一起嗎 還是要你自己一起 說了… 你自己一個人 六歲的時候 六歲的時候 對… 那裡有什麼秘訣沒有 你還記得那時候 你都怎麼講的嗎 就我們老爸就告訴我 我們出去要叫人買 那個趣事要好 然後對他那個酥酥脖脖 講雷手 很有禮貌 然後讓他覺得 我剛才說的 買一買的錢錢 我就覺得很樂意跟我們買 然後對我們賣的東西 要很有信心 我解釋說這個阿金塞 那個那個手肉水 要送給錢 真的 那個時候就懂得說 怎麼樣 才能夠把今天手上 脫的這個東西 全部賣完 就那個小小的心靈 就懂得說這麼想 所以說我常常 自己以後 一個稱讚自己 就說自詢 我到現在還是一個 最佳的第一線的售貨店 那我們現在走到這邊 每個人都跟我說 這裡是丁家大院 就是三個門都是他們家的 對… 所以你小時候這邊就是丁家大院 就鹿港的大宅門 對 大宅門 對 就滿有錢的 我也經常到這裡來叫賣 進去裡面的話 就請那個叔叔伯伯 進嘛 阿姨嘛 請他們買 他們都會跟著盆產 非常的感念 到現在還會非常感念 那你先放一下 好… 像我們這不熟的人 看你這樣拖就覺得好累 OK 我從六歲拖到現在 拖到現在 那我們進去的話 他現在這兩天是給人家做店面 但是這一個是保留 讓人家進來可以看到 鹿港以前的近視人家 是怎麼樣 對 近視人家 什麼叫大宅門 什麼叫庭院深深 鴻門深深海 就是這個 對… 那這一鏡是… 對… 像什麼近視廳 他們就是… 這保存得很好 對… 其實旁邊兩邊都是像這樣的 對… 只是說把這個保留下來 讓人家可以在這個裡面 看到以前的書箱門地 像這樣 對… 看到那個… 以前那個… 體驗什麼叫大宅門 這樣滿著丁家大院 我們這樣走進來 他這邊寫 四世傳經 世衛同德 可見他這個書箱氣息很濃 你從小就聽你父親 用丁家大院來教育你是不是 對… 我爸爸就說 他們真的是書箱世家 叫世家隊 他們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 很重視教養 所以他們可以 叫做代代生生不息 一直把這個好的 善良的傳承下來 你做了這麼多的糕點 跟麵包饅頭 可是你有一個… 在你的臉書上你寫 未完成的麵包 對… 那是什麼意思 我最想開的那個麵包房 是在… 在一家那個育幼院裡面 就是我退休以後 我性無掛礙了 性無掛礙 我就可以帶著那個 專業的攪拌機 專業的烤箱 到那個育幼院裡面去 烤那個… 現烤香噴噴熱騰騰騰的麵包 給育幼院的小朋友吃 這是我最大的心願 他的這個做出來的形狀 就是像這樣 跟一般的形狀不一樣 這形狀是你爸爸發明的嗎 還是… 我爸爸發明的 你爸爸發明的 對… 其實就像一個貓臉 很可愛喔 是一個紅豆 在建老闆的店裡 我們說200年的店 但是呢 如果你吃它的花卷 這200年的故事會更多 因為花卷一定要在這一張桌子上做 這一張已經傳承200多年的桌子 對啊 所以你祖輩的時候 對…從我祖先到現在 都是用這個工作台 那這工作台 現在只有做花卷對不對 對…做花卷 做月餅 月餅 為什麼起床 那個是… 就是久的話 它的茶跟月餅 那邊的話 就以前在敲月餅 敲那個港式月餅 彈… 就在腳上敲得說太遠 起一腳 可見那個敲過的月餅 應該上百萬個 上百萬個 對…才這麼起床 好 所以對這個桌子 真的是必恭必敬 對… 花卷應該是外省人 帶到台灣的 一種面食跟點心 它很簡單對不對 但是鄭老闆說 其實這裡面最不簡單是說 現在在你們家的花卷裡面 還保留很大的手工的部分 對…幾乎都是全手工了 一定要手工的才會好吃 你如果用機器捲的 機器包的一定不好吃 是因為它的那個延展性嗎 還是… 就是那個延展性 還有你機器包的 你那個蔥不能包這麼多 你蔥的話調味也不能調 調得像老素 一定要調得比較乾 我們這個調味可以調得比較濕 蔥也比較多 這師傅好熟練 就是一開始做算 你看每一塊都一模一樣 不用養 對… 也不用去算 對…熟練生巧 熟練生巧 對…這四句話 用在這邊一點都沒有錯 對… 從鄭老闆接手這個阿正肉包 已經31年了 它平均大概一天賣4000到5000顆 所以我們算一算 它已經賣出5400萬顆的包子饅頭 還有這邊其他的糕點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只是隨機站在這邊 現在時間是接近12點 每天從大概9點多 接近10點以後就是它這邊買包子的高峰 所以它所有出爐的一鍋一鍋 一天都可以全部賣完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隊伍已經排到從門口 就一直往櫃台裡面擠 在這邊很多陸港人來買觀光客 然後當然還有就是慕名而來的人 特別託人家從這邊買了這個 大概… 新肉包可能沒有辦法用寄的啦 它還有其他像豆沙包啊 芋泥或者是地瓜包 再寄到台灣其他的這個地方 我們來問一下看看 這邊的老顧客跟新顧客 大概比例是怎麼樣 小姐 不好意思打攪一下 你也付錢了喔 付錢了 謝謝 你今天買了多少 有一個綜合肉包 然後一個綜合饅頭 好多喔 數不去有多少粒了 從台中來的 從台中來的 有人拜託你托買嗎 還是全部都是你自己帶回家 就是會帶回去分給同事這樣子 阿正肉包的 喜歡它的口感是在什麼裡 覺得它肉料很紮實 然後它的那個還蠻Q的 就是它的那個外面的皮啊 包得很Q這樣子 你們是人力團購 你同事公推你 就是剛好來這邊拜訪客戶 然後就都會說 都一定會來買 對 對 好 我們看到這邊還有一個阿姨 她手上捏著一張千元大招 在這邊買肉包喔 等她忙完了我們過來問一下 看這個阿姨平常是 哇 她買的量也很大 阿姨 抱歉啦 加油一下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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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來買這邊的包子跟饅頭 對啊 酒袋買 如果那個我要去朋友那邊 我也會順便帶一下 你住哪裡 我住那個 是鹿港當地 對 我的朋友也是很喜歡吃阿正肉包 所以我要去朋友那邊 我會順便帶這個饅頭包包過去 他們都很高興 真的嗎 尤其他們的那個什麼 桂圓饅頭 我的朋友都很喜歡吃 是 那妳每一次都是買這樣一大袋喔 對啊 這個我們自己要做早餐的 午餐的還是點心都可以啊 搞不好一個禮拜就吃完 不用那麼久啦 對啊 今天買了多少錢 今天喔 我剛剛已經來買一趟回去了耶 所以是第二趟 一天裡面第二趟再來買 對啊對啊 對啊 我今天過來買第二趟的 這個帥哥就知道 好 謝謝 忠實顧客 妳還要買這一大袋喔 她剛剛大概覺得我很無知 只是說一個禮拜 不到一個禮拜就吃完了 好 現在很多人在想這個 從小怎麼左右腦平衡啊 像才一般啊或什麼的 可是鄭老闆說 其實他六歲 他爸就叫他一起做包子 你說做包子 根本上它就是一個 非常左右腦平衡 對 妳包包子 包麵包 都是左右腦平衡 左手 右手都要 然後動作很那個協調 然後這個很漂亮啊 左手 右手喔 這個就叫貓兒包 你看喔 他的這個做出來的形狀 就是像這樣 跟一般的形狀不一樣 這形狀是你爸發明的嗎 還是... 我爸爸發明的 你爸爸發明的 其實就像一個貓臉 很可愛喔 這個紅豆 所以你自己覺得 因為你從小 肉包的話是更多啦 就是左手慢慢轉 右手一直黏 然後這個貓兒肚也是要 兩手一起平衡做 所以你覺得你後來 自己發展出 你店裡現在有十二 三種平衡 有很多都是你爸爸 跟主副手沒有的 你覺得你這個 這個研發有很多點子 其實是你覺得自己是一個 在左右腦發展非常平衡 對... 就是你做包子饅頭 然後你在包子同時 左右腦都會併用 就跟彈根琴一樣 左右手都會併用 你左右腦的就是 就會那個很平衡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貓臉嗎 我撥開給你看 鄭老闆的紅豆包 裡面的紅豆是一顆一顆的 其實不是我們一般講的 豆沙包的那個豆沙 你怎麼樣讓它保持綿綿糯糯 然後又可以吃到一顆一顆 這個比較難的地方在哪裡 煮的那個要小火 你要在旁邊很有耐心的 在旁邊觀察 看魚要看魚火火 是不是剛好 都要吹彈可破 到不能破 開 再開就變成這樣 像這樣 再加水下去 放在裡面 變成這樣 現在看到這麼多 這是剛剛一包粉的 一包粉的桂圓蠟 一包粉可以做400個桂圓蠟 然後現在這個步驟的 在做什麼 這步驟的地方 先切成片 再加上面 再加上面 加上面完 再碰到那裡去炸 再切這樣 10分鐘大概可以切多少 10分鐘可以切400個 每天早上 我們看開門的話 大概是7點半左右 但你們工作人員 多早要進來這邊 我們有分批 第一批的話 像剛剛那個聖哥 他們早上大概6點半就來了 6點半 所以他每天的生活做起 起床的話 大概5點多就要準備起來 5點多 所以做這行 其實他的生活做起 是很規律 很規律 您是幾歲結婚的 我26歲結婚 那現在 我們還這麼努力工作 馮雯他幾歲了 他35啊 35啊 對啊 所謂 我常常跟你鼓勵說要交友 他每天在店裡面 他怎麼...怎麼交朋友 對... 他連想當宅男的時間都不夠 其實就是鄭老闆在私下裡面 他的人生現在很圓滿 而且很幸福 但他唯一放心不下 就是我們前面這一位 一直戴著口罩 你戴著口罩拿下下 你爸爸要幫你 對... 我要請問你喔 會不會有女孩子覺得說 嫁到你們阿正肉包 真的太辛苦 他要跟著馮雯這樣子 每天套餐就要起來做 當然也不會說做到很晚啦 你有沒有想過會不會... 你現在還有沒有這種想法或觀念 讓他比較不容易娶到老婆 我舉個例子喔 我太太嫁給我嘛 他大概十五六年前退休 他本來當小學老師 不過我太太嫁給我的時候 他從頭到尾都不用洗衣服 都不用做家事 所以... 但我的洗衣服一定是最棒的 我的很多朋友都說得棒的 就是說你兒子很帥耶 跟觀眾打一個道理 大老 大家好 這很澎聞 好 謝謝... 鄭老闆 達人跟職人 我們常用這個來想像 日本有很多公益傳家的大師 但是你這個店很特別 因為你有一位 日本的小林鎮郎先生 特別到這邊來學藝 對... 就在你父親的時候 對... 照片裡面 這個也是我們那時候拍 念真情的 對... 所以哪一個是他 這個是小林 這是我... 這是我爸爸 這是小林的師父 這是哪一年他來學藝 這是他應該是他學藝之後 感恩之旅 對... 我們裡面還有一張他的照片 所以你爸爸一開始是拒絕的 我們跟他全都謝絕了 大概八到九次 然後到那個1999年那一年的 那一年的Christmas 小林突然有一天 帶他的爸爸媽媽 帶他岳父母 帶他的兩個哥哥 帶他的太太 兩代一起來 對... 一群大概差不多十十歲 他會穿今天這樣 到我們店裡來 小林正常就跟他講說 他跟他家人講說 他就說他已經... 鐵店的信了 要到我們鹿港的阿正 學做包子門頭 他家人一聽到 第一個反對 他說你們暫時不要反對 我先帶你們到鹿港的阿正 落包 看一下你們在做決定 結果他家人一看的話 當場就跟他講說 他們贊成 他在這邊學藝 所以他是非學到不可能 對... 就說不學不行 結果... 不過那一天我們還是跟他謝局 要當著他的父母親 對... 要跟他謝局 然後他們就住在這邊的 一家的群眾女社 然後每天早上就來 看我們在做 然後再跟我聊天 再跟我拜託 然後到了十二月三十一號 那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號 他再來... 跟他再來跟我拜託 然後我看他的樣子滿誠懇的 我就到裡面跟我爸爸 跟我們也討論 他說 或許這個冥冥之中 自有神在 因為九十年前 我們阿伯 我們阿伯就是去日本的 那個... 橫濱那裡 這間的美尊屋 去學西頂那裡的蛋糕 養果子 對啊 黑咖西 還有黑咖西 都合果子通過我們 搞不好 老天的安排九十年後 橫濱那個地方 又有個小年 前來這邊 跟我們拜託... 拜託... 我們教他做包子門頭 回去我們拜託 他學了多久 他學了... 我們台灣圍攻 他學了三年四季 他學了三年半 1999年元日一號 到2002的七月一號 那所以這個裡面 好像還有一張他的照片 對...他就是... 他在開店之後 他帶他... 他跟他同事來的感恩之旅 他也有... 除了感恩之旅之外 他一定有多 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他也把他做的產品 來給我評鑑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進 他要說真的 可是鄭老闆他在日本 市田府區 後來也開了一個包子店對不對 你看他上面寫的 他的包子也是 對 他的饅頭日幣70塊錢 肉包一個日幣40塊 每天全部賣光 但是他上面並沒有掛任何的 阿正肉包的牌子 他也沒有任何的介紹說明 他這個包子 是從你這邊傳承過去的 你們會介意嗎 會心裡面怎麼想 這個實際的情形是這樣子 小林要回日本開店之前 他跟商量 他用阿正肉包 我就等於說 他如果萬一做得不好 他會壞我們的名勝 他就跟他卸解說 你不要用阿正 你就用鹿吧 我就跟他講 他就用鹿港報紙 在日本開店 他來自台灣鹿港的鹿港報紙 一直都沒有成心 很有成就感 對… 就覺得收這個土地 他也是促進那個 中立的那個… 我說 People to People 那個Diplomacy 國民國橋 好可愛 真的是真的 對… 對… 有的會有那種時空穿越的感覺 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反差跟組合 然後隔壁的話是百年的一個肉包店 然後它就是有恆代表鹿港的一個精神 然後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看到也是法國 就是他們百年傳統的一個高餅店的一個呈現 鄭學儀是鹿港伊娜 長大後在法國 義大利求學工作再回老家 阿正肉包邊邊出現了巴黎Fu 它的店充滿歐洲情調 最重要的是讓鹿港飄出不一樣的點心香味 讓古樸的小鎮注入了不同動能 有一個讓我覺得蠻感動的是 它說謝謝你就是打開了鹿港人的視野 那其實我覺得不敢當 但是有時候我會覺得很欣慰 比方說你會看到有一些阿桑 然後它會來買說我要兩個可麗乳 那它是用台語 它就說要可麗乳兩粒 當東方碰上西方 巴黎峰的小店 承載了鄭學儀的留學回憶 現在它更想做的是 幫鹿港開扇窗 讓更多人知道鹿港的故事 我從小到大其實就是跟很多小朋友一樣 在鹿港像那種玩耍嘛 那我們大家其實都是從下面 然後遠遠的看著這個羊桃樹跟這個花窗 鄭學儀帶我們來到這棟老房子 這是它開店的下一步 被打掉的磚牆望出去 是鹿港有名的景點一樓 相傳百年前名叫尹娘的女子 天天看著楊桃樹 哭得盡盡趕好的丈夫 在這面窗的話我覺得更難得可貴的是 你可以看到它四季的一個變化 那你也會好像感受到就是 當初女主人的那種心情 一樓的圓窗代表圓滿 葫蘆圖案是紙幅 透過清美的愛情故事 也見證鹿港的發展 不少觀光客坐三輪車遊鹿港 總是會停在這邊 聽導覽介紹一樓 鄭學儀希望未來客人就坐在窗邊 體會當年的庭院深深 突然放棄台語老哥私慕的人 這是鄭學儀心中的一樓主題曲 國外留學的她 笑稱自己是土洋混合 這個鹿港女孩用自己的浪漫方式 傳遞家鄉的美 而越來越多人透過老錯 讓鹿港現在就活出過去 有要辦一千塊桌 要叫公主 公公沒問題 你辦一個什麼 你辦一個什麼 我買的時候 是處理當年 把這個老子 路上都要看 都已經幫了 所謂是空的 所以我才拜託美外的人 介紹他們家族的人 我才去訪問 訪問後才跟師傅討論 恢復他原本的格局 買下殘破的老房子 王志宏原本只要自己住 等到老屋修復完成 感動得不得了 決定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乾脆開啟二手書店接賣茶 想讓燈門的人 在新又舊的房屋裡 陷入時光隧道得到撫慰 自己小時候家裡是這樣嗎 其實不會 因為畢竟以我們這個年紀來講 其實都已經更現代化一點 會去反思說 是不是一定都要揮起來 那一定都要吹冷氣 其實像這樣子 它是一個半開放的空間 就會很亮 天井 阿嘎街院子 一切空間 它都是為了通風跟採光 所以 我把它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你看我這邊的話 可以整個公開燈 講起這棟昭和六年 1931年的老街屋 黃志宏眼睛發光 他窗戶都不加紗窗 就是要保留原本模樣 從古井打水拿來澆花或是清洗 黃志宏是真的在這邊生活 買下老屋他只想修復 堅持牽涼的最好 這個湯板 這個湯床 對上要倒 年輕客人看到黃志宏 穿窗板 新奇的用手機拍下 不營業時 窗戶的空洞該怎麼辦 就直接一片片放上去 所以我覺得六港就是這種的老廚 還有這個老粿 就是我們六港的臉 所以東西都沒有去 六港就沒有臉 我怕去那裡 這個當時三種就說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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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老學身聽得著迷 而每棟老措都有故事 走在陸港巷弄間 不少鹹皮的房子 好像這間也丟很久 大概我回來 二 三十年來看 都沒有人居住 當年這個清朝時期 陸港正是對度的時候 跟陸港兩岸對度的時候 串都是從大陸的 devia鏈進口到陸港來 一磚一瓦斧 covered 都能講出典故 從小在鹿港生長的許書基 對這邊再熟悉不過 他說被丟著的老房子 既安全也危險 鹿港現在之所以 這個古蹟或是老房子 還可以被保存得這麼完整 很大一部分要歸功 這個先人的那個產權不清 因為那個兩三百年來 那個子孫繁衍好幾代了 因為產權不清 不能轉售亂拆 卻也因為無人聞問 難以維護 許書基和一群同好 自稱靠理想吃飯同業工會 專門修復老房子 在乘租下來 作為背包客棧 環境教育中心 各種形態的營運 就是避免修復好的房子 變成蚊子館 以防養房 兼顧理想和生計 屋主找到你希望他怎麼樣修復 有希望你怎麼樣 原狀原木修復 目前他是說要當成他在鹿港的行館 來到修復中的老屋工地 可以承接修繕 也感動屋主願意留住家族的記憶 這棟修起來應該也是鹿港很重要的一個地標 因為這個地方是鹿港老街的門口 許書記立下了20年修復一板間老房子的願望 維持也創造鹿港的新舊記憶 黃志宏住在老屋裡說故事 正學儀用食物開啟大家對鹿港的興趣 一棟棟老挫就像地基 讓鹿港小鎮站得更穩 文化更加鮮明 你看現在這個芋泥炒起來 細細綿綿的 像冬天下的第一場白雪一樣 就感覺非常鬆非常軟 你提到你爸爸最喜歡吃芋泥 然後你剛剛舉的幾個例子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食材 鄭老闆的爸爸是 金國先生那個時候國宴 在浴廚裡面曾經去幫忙的 就有好幾次 可是你爸爸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簡單 你從小看你爸爸 你可以舉一些故事讓觀眾知道嗎 我爸爸說 我們人 最冷 就是我們做吃的 要懂得吃 懂得說什麼東西才是好吃 才是真正的味道 真正的味道 不過我們愛懂得吃 但是懂得說怎麼做才是好吃 不過我們最能不能中吃 就是說不能中吃 中吃的時候 你要就很挑… 對…很挑食 我爸爸的話 平常的話也都粗糙再換 我現在吃飯的時間幾乎很少 我上餐的話幾乎吃很少 我為什麼會這麼胖 好 自己解釋 原來的話 我如果在店面走一走 每個吃一點 如果看到有蒸出來的 我就拿一個起來吃吃看看 今天做的口味怎麼樣 他就不知不覺當中 就不會餓了 不知不覺 但他不會餓了 他的那個店裡面的 產品的品項 幾項 20… 大概12生項 好 12生項 他每一天剛蒸出來的吃一個 老闆自己測試 對… 一天就吃了十二三個包子饅頭 就說我爸爸叫我的 我們做的產品 一定每一天都要試吃 不論每一種包子饅頭 蛋糕花卷什麼 每一天都要試吃 好 我知道你 我剛看到你大兒子 我知道十年後再來拜訪他 他的樣子 他知道他樣子 我大概知道了 老闆 這個就是你長大的地方 對… 你一輩子都在鹿港 到現在 你有沒有在任何的人生階段 有一點點後悔過說 你沒有離開鹿港 去看過這個世界 看過其他地方 我覺得我每天在這裡 工作的都很忙 都很努力 我覺得這樣就生活 都滿踏實的 滿快樂的 工作的話 又可以照顧我的爸爸媽媽 跟家人再快 跟親子互動 互動得很好 這樣就很棒的 我覺得鄭老闆 你很特別的是 有三種人 你從他們原來跟你接觸的既定的角色 然後轉化成為另外一種感恩的對象 最後你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對… 我爸爸應該是從我祖父就跟著這麼講 所以有三種人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三種人 第一種就是我們要把員工 當成是我們的子女 當成子女一樣是要疼心 要不要看待 對於員工很好 因為員工很辛苦地幫我們工作 第二種人就是顧客是我們的醫師父母 所以我們那個人可以來給我們賣 不然那個人欠我一張 這是… 第二種 第二種呢 第三種呢 我們的中上有我們食材的供應商 是我們的貴人 對… 我們對貴人的話就說我好 你也好 不然說我… 不能說我要把你給我的食材 價格看得很低 老闆的話利益很多 你公有食材的 那個人賺的手 我的那個人生觀就說我好 你也好 大家都好 我們中上有的那個… 長上是我們的貴人 我們把它當貴人看待 謝謝 今天跟鄭老闆在一起的時候 我充分感覺到你這種共好的人生 還有你共好的這個態度 而且你共好的範圍真的好廣 好大 不認識你的旗幟的孩子 還有不認識你的客人 其實全部都是你恩惠共好的對象 謝謝你 真的跟你學到很多 雖然今天是我這個 高澱粉密度最高的一天 但是我覺得很滿足很滿足 謝謝… 謝謝祝福你 也祝福你母親早日當過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